澳洲疫情还未结束 但是财团已经提前进场 试图收购悉尼机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澳洲的上市企业 悉尼机场 我们都知道虽然说现在全球疫情逐步开始好转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还是有多个城市目前依然是在封锁之中 包括悉尼也在内 虽然说它的人数并没有像上周一样连续的暴增 但是目前依然每天有20至30人 新增新冠的病例 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 距离真正的说是澳洲境内完全清零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的时间 但是即便现在澳洲的疫情没有解封 或者说悉尼的疫情还没有完全清零 但是在今天早上 澳洲的知名上市企业悉尼机场 它本身是一家上市公司 却提前发布了这个我们说的是证监会通知 宣布有一个财团将会对它进行收购 或者说是提出了收购的意向 那么这个财团它是由多家不同机构组成的 它包括了像昆士兰的养老金集团 像澳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集团 以及部分的美国私募基金 他们联合组织起来向悉尼机场提出了 现在以每股8.25澳元的价格来收购 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 悉尼机场的成交价还是低于了6块钱 也就是说从上周五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悉尼机场就已经暴涨了接近于40% 那么为什么悉尼机场能够 以这么高的溢价来获得收购呢 首先我们知道收购值现在只是意向 不一定能通过 但是这也说明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集团 现在明显看到了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 或者说是机场 它的估值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低估 那么对于悉尼来说 我们知道虽然政府将会开始建设一个西部的第二机场 但是以澳洲的建设速度来说 这个时间至少是5到7年 也就是说在5到7年之内 来往于其他州 包括其他国家的话 都得通过悉尼目前唯一的 就是市区内的机场来进行疏导 那么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 假设以明年年终全面开始解封为例的话 悉尼机场的流量 很有可能将会回到2020年2月之前 大约70%到80%左右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过去两年或者一年半 这个疫情当中 澳大利亚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也就是说如果全球的国际旅游再次打开 那么作为一个相对于疫情安全地区 将会吸引到全世界更多的游客 以及更多的移民 不论是商业还是技术 人和钱到澳洲来 未来将会越来越多 那么悉尼这个主机场会不会被副机场所取代呢 在我看来的话 在10年之内是不太可能 而且由于悉尼现在的地价 大家注意啊 这个悉尼机场的价值不仅仅是它的航空量 更重要一点是它的地价 悉尼机场包括了跑道 航空楼以及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可大可小啊 我可以把它拆了造成酒店 也可以呢 往上盖或者是往下挖 所以说悉尼机场目前所属的地的地皮价值 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至少上涨了30% 但是它的股价呢 却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疫情和单独的封锁 一直被压制在6块钱以下 所以说悉尼机场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咱们知道澳洲的房价已经涨了吧 建筑材料股也已经涨了吧 对吧 银行股也已经涨了吧 那还有一个什么我们可以考虑 还没有涨很多 那就是旅游 旅游包括了上面的航空公司 停车的这个机场 包括了下游的订票网站等等 这一系列的产业链 都是因为现在的疫情所耽搁了 但是呢 以按目前的速度来说 那么到了年底 一旦澳大利亚全面接种了辉瑞疫苗 或者其他的疫苗 大家都打完两针之后 先不说国际旅游 国内旅游基本上能恢复的七七八八 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预计 包括悉尼机场在内的各大国内机场 将会再次迎来国内游的高峰 这也是为什么悉尼机场 是目前我们继续看好的主要产品之一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